大家好,天热了,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土豆丝的做法 口感脆爽,清淡好吃,还不油腻 准备两个削皮洗干净的土豆 准备这样一个叉子 用叉子直接将土豆擦成细丝 如果是做炒土豆丝的话,还是建议用刀切成丝 擦好的土豆丝放进凉水盆里,浸泡一会儿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土豆丝两化变色,还能泡掉土豆里面的淀粉 然后准备需要的配菜,准备两个青辣椒去籽 然后全部切成细丝 准备几个小米椒来搭配颜色,将小米椒也全部切成丝 准备一节大葱,切成长段 取葱白部分,全部切成葱丝备用 下来锅里水烧开后,往锅里加入少许的米醋进去 然后把土豆丝放进开水锅里焯水 这里加醋可以使土豆丝保持脆爽的口感 煮大约30秒,将土豆丝全部混水,倒入凉水盆里过凉 青红辣椒也倒进开水锅里焯水 烫大约10秒钟 这样可以去除辣椒的辣味和生涩味 下来开始调味 控干水分的土豆丝放进盆里 加入青红辣椒和葱丝 然后加入盐调味 加一小勺的鸡精,一小勺的味精 再加入少许的米醋 最后加入香油和花椒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咱们这个清淡爽口的凉拌土豆丝就做好了 关键是口感脆爽,好吃,还不油腻 开始吃饭了 这就是我们俩的骨饭 凉拌一个土豆丝 然后我再蒸了点那个豆角麦饭 然后再熬个绿豆汤 夏天吃这个完全绝紫 最清爽 而且好吃,估计好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凉拌土豆丝 而且还不油腻 一点都不油腻 但那个花椒油必须得加 那个真的是给你管 加点花椒油 加点香油 可是我感觉这种辣椒 你超过水分它不会特别辣 包括这个香菇椒都没那么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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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